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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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樣在國際化 智慧城市 生根教育 跟環境勇氣上面 把美學的東西 把設計的概念 放進來 在每一個我們工作 跟生活的領域層面裡面 這個是台東未來贏的 唯一的機會 所以我想我會鼓勵 人事處或者是國際處 未來我們不定期 也設計這樣的一個交流 然後讓它的主題更明確 讓我們可以從 這個大家的腦力激盪當中 可以凝聚更多的共識 在廣告中 我們在廣告中 在廣告中 我們在廣告中 我們在廣告中 看到我們有個大型的 旅行 小節 的地方 在廣告中 像是很快 來 在廣告中 我們在廣告中 我們在廣告中 這裡 然後這裡 我們在廣告中 我們在廣告中 一天 工人也做久了一直很懼怕說 每一樣行政程序上都是按部就班的來 但是實際上我們現在要做的 既然要讓台中更好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思考性的改變 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更美好的台東 我相信這也是現場一直要讓設計中心 進到我們台東的最大的理念 看到各位這樣熱烈的投入 其實沒有分什麼階層 每一個人都發生 我們在凝聚過程當中 建立台東的共識 那帶動團隊的精神 我覺得台東真的令人值得驕傲 謝謝 台東設計中心 起飛 快樂 快樂 走